对方拒绝了你的忠实耻辱教育 并回击了你一巴掌 家长收邀参加家长会 因为孩子倒数第一的成绩被请上台讲话 面对老师的当众耻辱 这位父亲只说了三句话 第一 我的孩子有名字 他不叫倒数第一 第二 如果一个老师有能力提高所有孩子的成绩 那么即便是最后一名 他也不是差生 第三 我的孩子现在成绩是不好 但他不笨也没有犯错 他需要的是老师和家长的鼓励 而不是被拿出来做反面教材 这位家长说完后潇洒地走下讲台 台下的家长紧接着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原本好好的家长会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非要搞得那么煽情 在某学校一所高中举办的成人仪式上 家长化上老年装 孩子们被蒙住双眼带到会场 然后摘下眼罩和吹吹老蚁的父母直面相对 通过父母的衰老让孩子感到愧疚 从而达到发奋学习的目的 这真的不算是一种道德绑架吗 可即使没有孩子 父母也一样会衰老啊 这种自以为是教育方式 究竟感动了谁 在一个小学班级群里 班主任发了一张学生罚站的照片 一位叫霍宇红的家长回复道 我看到我儿子了 认真的样子好帅啊 而班主任立马当头一盆冷水 要是这是早上因为拖延症迟到的同学们 本以为家长会因此而感到愧疚 结果这位家长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连连夸赞儿子好帅 这位母亲怎么不算是带着儿时的自己 躲过了那发子弹呢 刷到一位博主分享自己的教育观 有这样的父母真的不会有叛逆期吧 其他的家庭总是把让孩子乖一点挂在嘴边 希望他们循规蹈矩的过完一生 但我的女儿不需要这样 看电影见到半夜12点又怎样 吃雪糕咳嗽又怎样 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体验吗 没有用的作业不需要抄十遍 喜欢一个男生不需要藏着掖着 会告诉他后果但不会阻拦 并希望他能明白 我的女儿不是我的作品 她的人生永远属于自己 简直不敢相信都2024年了 还在用这样的方式做感恩教育 简直可悲可笑 孩子应该学会感恩 但用大哭下跪忏悔去博眼球 把每个孩子说成了戴罪之身 这不是教育 这是感情勒索 没有什么教育是可以通过一堂课完成的 这种就好像是被商业机构包装的洗脑大会 本质上就是在POA孩子 让他们要听话 要顺从 要报恩 爸爸为了爱你忍受了多少白眼 妈妈的头发又长出了很多白发 这样的煽情怎么会不落泪 但教育不是煽情 更不是这样的形式主义 这样的方式用多了就会慢慢的麻木 让孩子早早背上亲情债 根本就养不出感恩的孩子 也养不出有出息的孩子 中式教育好像从小就刻进了我们的DNA 杀到一位博主在深夜打车时 无意中听到师父和女儿的通话 因为压力太大 女儿想要放弃高考 可爸爸狠狠地指责了女儿 说他太自私 一家人辛辛苦苦供他读了十多年书 就是为了让他出人头地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女儿的哭泣声 爸爸降低了音量哭着说 咱能再坚持一下吗 爸爸求你了 就这几个字 女儿听到后不知道他的压力该有多大 自己的爸爸吃了一辈子的苦 所以才会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可电话两头的人有错吗 此题无解 因为你我都是其中人